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寇败 下去吧 是 哥哥 你很难受吧 明月 哥哥我能不难受吗 想想我荷兰家的女人 为什么都这么命苦啊 哥哥 不要乱说话 哥哥我乱说了吗 想想我们的娘 好端端的 就因为当奸皇上 那个李老九 宠他 喜欢他 就 不明不白的被害死了 哥 娘是有心脚之急的 你不明白 他是被武士害死的 哥哥 我不怕 我不怕 我知道 你又成了李老九宠爱的贵妃 而我又成为了秦王殿下 可是我这个秦王殿下 却是由妹妹的身子换来的 我当的窝囊 我当的无耻 哥 我能不难受吗 哥 你快醒醒吧 我太清醒了 我再迟早有一天 你也会死在这神宫大院里 被武士所害 哥哥 你错了 我不会错的 哥 哥 我一早请你到行宫 就是想告诉你 皇后陛下对我真的很好 假的 假的 谢过武尚功 谢武尚功解释 好好 以后格外留意 谢武尚功提醒 哥 我早些也害怕了 可是若空两年来 皇后陛下对我的好 得到了印证 我们不要再误解她了 好不好 误解 不再误解 我天真的妹妹 可怜的贵妃 皇后陛下对我真的很好 像母亲对女儿 又像大姐对小妹 你说的好 说的好 从亲属而言 你是她的嫡亲侄女 从宫廷讲 你是贵妃 她是皇后 真的是母亲女儿 又是大姐小妹 可耻啊 可悲啊 哥 这也不能怪皇后陛下啊 是 怪难李治 他仗着她是大唐的 皇帝笔下 祈礼我的母亲 现在又仗着她的天子权势 又霸占我的妹妹 他离家 真是为所欲为啊 哥你不要这样了 皇上皇后 对我真的很好 你不要垮我的心了 哥哥知道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哥哥在宫外 受到五三四和五一宗那批狗贼的欺凌 我就知道你在宫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苦命的妹妹 你不要再误解她们了 我一早情一入宫 就是想告诉你 皇上皇后对我真的很好 皇后亲身倡导 人间和睦相处 宽恕他人 忍受世间一切 不可容忍的事情 这是首章宪章公义 承送给皇上皇后的忍字奏折 现在 我就送给哥哥你 哥 哥 请娘娘受用骨根 哥 吃点吧 说 很快你就会看到行宫中大乱了 会是首吗 万无一失 赫兰明知 我看你没了那个贵妃妹妹 你拿什么跟我斗 走 娘娘 补更为补因身品 不宜启王殿下服用 eden backing 耐心 地方 голос 相 场 优优独播散 聡� 前 能 ole 优优独播剧场 我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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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黎智 黎智 武士 皇明来 皇明来 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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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儿 玉儿 快请 太 太 快来人 皇上 玉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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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皇上 皇上 都熟了 只怕是一石二鸟 那何兰敏之 只怕气 你把他给气死 孝先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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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先生 皇后陛下不必过于焦急 皇上只是一时急火攻心 并无大碍 那贵妃还有救吗 贵妃所种的是剧毒 怕是已经回天无力了 月儿怎么会种如此剧毒 可怜的月儿 我一定要彻查此案 将剧毒者灭尽救赎 武团儿 在陛下 贵妃晨起 不用过什么吗 奴婢 奴婢 武团儿我在问你话 奴婢 你今儿个怎么了 陛下 武山宫骤余大雇 惊慌失态 王陛下不要动 我再问你 今天晨起 贵妃服用过什么吗 回陛下 贵妃进来在入睡和晨起时 都要服用补羹 那今天早上她是服用过了 服用过了 是 什么人承进的 是贵妃娘娘的 近视女官承进的 立即将这个女官收押看审 我要查出罪魁祸首 武团儿 在陛下 说话呀 那女官 那女官怎么了 那女官在贵妃娘娘被毒死时 已经畏罪跳崖自杀了 跳崖自杀了 是 李总 那个承进毒羹的膳食女官都已处置了吗 武团儿一命心腹将其推下万丈深渊 死无对症 真的死无对症了吗 大唐朝中 敢和舒王你作对的人 就是这种下场 好 接下来 就该轮到谢敖妇女了 舒王放心 只待回到东都 执臣和武团儿就会一级行事 让谢敖妇女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了 还有那个紫州是红尘藏 赫兰敏知 她怎么样了 听说已经苏醒过来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听秦王府长使来报 赫兰敏知殿下虽然苏醒 可是神智失常 神智失常 七家 她风魔的厉害 刚进七家 陛下 皇后陛下 七家行员 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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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伤未好 怎么能起床呢 快躺下 仙姐 今天就要起嫁回轮 我要去随时轮嫁 放心吧 皇后陛下已经下诏了 说啊 要我们的谢敖妇 好好养伤 仙姐 你们都知道 今日普天之下 要治皇后 已死地的人不少啊 我伤势不重 我一定要去护卫鸾驾 姚环 时辰不早 你快去收拾东西吧 姚环 姚环 皇后乍到 秦王府守住 恭迎陛下 秦枝 皇后妹妹 秦枝 请皇后陛下 不要靠近病榻 皇后妹妹 命来 太医 皇后妹妹 命来 贺兰明知 到底怎么样了 皇后妹妹 快说 皇后妹妹 回禀陛下 秦王殿下 因众受刺激 眼下 已经封魔 已经封魔 是啊 皇后妹妹 她举止失常 言语无状 皇后妹妹 举止失常 言语无状 娘 娘 米芝 娘 芝儿 娘 娘 敏芝 皇后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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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皇后陛下 你要在这里 皇后陛下 皇后陛下 你要在这里 皇后陛下 你们退下 陛下 皇后陛下 皇后陛下 皇后陛下在哪里 娘 皇后陛下在什么地方 敏芝 你难道 难道真的神之失常了 你真的认不出我是谁了 皇后陛下 不要放过皇后 那个吴家的贱人 是他杀死了你 现在又害死了我妹妹 大胆心王 你回来什么 原来你以为是我 你的亲 姨娘 害死了你娘 害死了 赫兰敏玥 陛下不要动怒 谁也不会相信 就疯子了胡言乱语的 皇后陛下 秦王殿下 他是封魔之人 求陛下 恕秦王死罪啊 娘 我不是胡言乱语 我都知道 自从你被封为韩国夫人之后 皇后那个贱人 就对你 多了他的宠爱 对你恨之入骨 所以害死了你 他今天又害了我妹妹 秦王殿下 后来秦师 你最敢问死 娘 回你老妈 那五十件 八匹仇尽 随时万断 为你和鱼儿妹妹报仇 拜她 帮我 降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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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帮我 秦王殿下 帮我 不 我 你在干什么 陛下 他口中不去 在干万死呀 谢上宫回来了 皇后的鸾鱼安排停脱了吗 回上宫的话 皇后的鸾鱼早已安排停脱 护下遗仗怎么还未列队世家 遗仗之事尚未得到列队世家的诏令 骑驾的时间有变化吗 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皇后陛下刚才骑驾 去了秦王的行员膨胀 他都封我了 还能和他计较吗 皇后陛下圣明 皇后陛下圣明 太医 陛下圣明 赫勒敏之这病还能治吗 回奏陛下 殿下封证其一时所受刺激所致 臣等会和太医院同僚精心诊治 或许又缓解之时 但愿赫勒敏之 能恢复正常 起奏皇后陛下 时候不早了 徐庆宗奏请陛下 按时起驾回京 皇上龙体怎么样了 谢敖一直守护在皇上身旁 一笔早上时候 好转了很多 传姐 起驾回乱 领诏 起驾 殿下 精卫生是你的女婢 死是你的鬼 我绝对不会背叛殿下的 既是如此 你为什么不愿意 现在跟我离开泰山 返回通州 奴婢请问殿下 急于返回通州 是何打算 明智顾问 奴婢不是明智顾问 只是想为通州和老王爷 还有李承殿下 各付的安危 百姓的生死 再次恳求殿下 不要冲动行事 找来家破人亡的惨祸 警卫 都怪我 错把乌鸦当凤凰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明白 那武师 明知我们 行刺之事 不仅不予追究 反而 封你为献君 任夫人 那只不过是 不愿意让万邦百国和普天之下 直到封善大典 差一点成为血流成河的悲剧 我料定 他在返回京城之后 一定会心事问罪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做应战的准备 那才会驾破人亡 后悔末期 殿下 你的忧虑 京卫明白 可是 京卫 那只赶快和我下山返回通州 尽快做应战布置 可是殿下 这次你确实误会皇后的本意了 难道你还真的相信他 是在容忍我们 不愿意大动干戈 糊涂 殿下 自永辉年间以来 皇后确实一心 在为我大唐的兴盛 呕心沥血 住口 今日明明通告 四十集成几栏返京 现在已经五十 却还没有动静 只怕那阴险的皇后 正在密谋暗中囚禁我的事情 好了 闲话休说 赶快随我下山 殿下千万不可一错再错了 京卫 你必须跟我走 我绝不能留下你 就像那武士告密我通州的军机 你知道的太多了 殿下 你现在就跟我下山 你不是发过誓 不背叛我吗 你要不走 那就临死 你什么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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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夫人 我 谢上公 我们又见面了 那个武器是谁 他为什么要杀害你 谢上公不要问 他杀我是应该的 应该的 从连绩看 你应该是我的小妹妹 仅为佩服你 我多想和你 我和天下的女孩 都是亲密相处的姐妹 我更希望 普天之下 没有纸巢脑包 没有天子 诸侯 官民 我们都能像手掌张家那样 我心一家 是史太太的和睦工具 这就是皇后陛下 畅导的理想 谢上公 你能让我叫你一声 妹妹吗 姐姐 秦温姐姐 秦温姐姐 姐姐的 姐姐的好妹妹 你 你要回自皇后陛下 秦温不会浪得虚名 我会做一个真真正正正的 夫人 秦温姐姐 你会自己去禀告皇后陛下的 妹妹说的对 姐姐会自己 用自己的性命 去向皇后陛下走告 不 你不要说话了 你不要说话了 我们这就去疗伤 去止血 这些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是要奏亲皇后陛下 把这世道 从强征恶斗中收回 放回莫爱的怀抱中去 秦温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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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样 秦温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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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温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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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灾精卫 以命助人 万古悲道 忠心传承 敬畏特封齐雷 受张献君 赐号任夫人 谢皇上皇后荣恩 韩高宗前锋元年 即公元666年春三月 韩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士 完成丰扇泰山 起驾返回大唐东都洛阳 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殿下 快向贵妃娘娘制计辞行吧 殿下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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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公公 皇后陛下询问 鸾鱼为何停止不前 皇上他 快凤下下山吧 皇上会触紧生情的 好 皇上是怎么样了 起走陛下 胜宫无恙 皇上 起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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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平日里 这作威作福的贺兰敏之 今天这是怎么了 刚落人后 说 听武头二说 那贵妃娘娘死了之后 蹊跷流血 浑身抽搐 全身都是乌黑 一松 贺兰敏月再怎么说 也是贵妃娘娘 是我们的长辈 以后再看 那贺兰敏之 还靠什么作威作福 易总 听说 皇上已经下诏 要为太子选妃了 不错 皇后陛下 还亲自任命英国公礼稷 为特命选妃 钦差大臣 告诉武堂 绝对不能等到 太子成婚大礼 我只要一看 那这谢傲妇女和那陈子昂 我这气就不打移处来 之臣和武团 会尽快回复王命的 只有尽早除灭此辈 才能谢我心头大恨 她 כ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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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